那我稍微查了一下 所以我稍微查了一下 那7PLUS GEN2跟8 那我稍微查了一下 7PLUS GEN2跟8 GEN2 它的CPU部分处理的效能 只差了大概15到20%左右 但是我们的价钱差那么多 只有少个15到20% 我觉得是蛮堪用 不是蛮堪用 就是 那稍微查一下 所以CPU的部分 我们7PLUS GEN2跟8 GEN2 其实速度在CPU的部分 只差了15到20%左右 但是GPU的部分 可能差了就比较多 大概差了快要70% 快一倍 那7PLUS GEN2跟8 GEN2 那7PLUS GEN2跟8 GEN2 它的CPU部分处理效能 其实没有差太多 大概15到20%左右 但是GPU的效能可能就差了比较多 这个就看你到底需要做什么啦 那GPU的部分 差了快要一倍 但是我们的CPU部分 其实没有差太多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厉害 所以这真的是 正常使用肯定没有问题啦 正常使用肯定没有问题啦 就是我们的 正常使用肯定没有问题啦 就是我们的 正常使用肯定没有问题啦 而且你还可以 大概体验到我们的旗舰效能 中文字幕后你能够清楚 我们的能够清楚 这个筑政筑 预判 但是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用筑政筑 如果你们的筑政筑 你我们可以用筑政筑 所以我们的筑政筑 7 Plus Gen2跟8 Gen2其實在CPU的部分速度真的沒有差太多 就只有大概15到20%的速度真的是沒有差太多 那7 Plus Gen2跟8 Gen2的CPU的速度真的沒有差太多 大概15到20%啦 但是我們的價錢差這麼多 15到20%差一點點的效能 我覺得真的是微乎幾微你感覺不出來 但是GPU的部分可能就需要看你到底要幹什麼 因為差的蠻多了 8 Gen2的GPU速度快了幾乎快要一倍啦 就直接兩倍的效能 所以就看你到底有沒有要玩一些 或者是做一些瘋狂的GPU的東西 但是CPU沒有差太多 那7 Plus Gen2跟8 Gen2的CPU部分真的沒有差太多 就只差了差不多 那7 Plus Gen2跟8 Gen2的CPU部分 CPU部分只差了大概15到20% 的差異而已 真的是微乎幾微 真的是 正常使用是感覺不到自己的 但是GPU的部分 那7 Plus Gen2跟8 Gen2的CPU部分 真的是沒有差太多 大概只差了15到20%而已 微乎幾微 你真的是使用起來是沒有感覺的 但是GPU部分可能就差距有點大 8 Gen2的速度可能已經快要到超過一倍了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要瘋狂的玩一些 真的是爆炸複雜的3D絢麗特效的遊戲 那你可能看看預算啦 那你去找一個旗艦的CPU 不然我們的CPU CPU 我們的7 Plus 那我們的7 Plus Gen2跟8 Gen2 其實CPU的部分 CPU的部分差距真的是沒有太大 差了15到20%而已 真的是微乎幾微 正常使用是真的感覺不出來 但是我們GPU部分 顯示的部分可能差的就有點大 我們的8 Gen2它的顯示 就是 7 Plus Gen2跟8 Gen2的CPU部分 真的是沒有差距太大 微乎 7 Plus Gen2跟8 Gen2的這兩個CPU 它們的CPU部分 7 Plus Gen2跟8 Gen2這兩個CPU的部分 其實沒有差距太大 真的是只差了15到20% 真的是微乎幾微啦 你正常使用真的是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GPU部分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我們的8 Gen2真的速度快了 整整的一倍 就是真的超越了一倍 兩倍的速度啦 真的是 但是差了還蠻多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要玩瘋狂的遊戲 炫力特效 3D場景 這種暴力的遊戲 那可能8系列還是會比較適合 不過去一次 1個開始 現在這次是 3D場景 4D場景 1個開始 1個開始 1個開始